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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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许妙云 你维护叶楚云 该不会因为他被黎虹收作弟子 你就把那些龌龊心思转移到了他身上吧 就算这样也不能随口攀咬无辜啊 你 确实光说无凭 可是我保留了证据 各位看看这个呢 啊 为了防止被宗主发现 只能让你忘记上山之后的事情了 要怪 就怪你运气不好 这 居然真的是赵长老 赵师弟 这么多年 我最知道你的性子 你不会做出这等被判师门的事情 是否有人指使你 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啊 师兄 我 我错了 赵法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偷到宗门地图 亏我还这么信任你 你到底是什么企图 师兄 你 吴长老 别这么着急撇清关系啊 你就不怕赵长老反水 到时候把你也供出来 叶楚云 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周大帽 你没死 可是成乐他 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叶楚云必死无疑吗 我们昨晚确实擒出叶楚云给他喂了毒药 还把他扔到后山栏窝里呢 他不可能还活着呀 恐怕要叫你们失望 你们的那点毒药还毒不死我 多亏了脖子上的吊锤 这世间百毒在他附近 都会失效 叶楚云 你在说什么 到底怎么回事 已息息到来 师父 救我 我来说吧 昨夜我遇见从明阁出来的赵长老 赵长老可能担心东窗事发 给我为了失忆的丹药还不放心 便让长乐来给我下毒 还好叶师弟让我提前防范 弟子这才黯然无恙 赵师弟 事已至此我也无法保你了 人证物证俱全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宗主 我是有苦衷的呀 你可还记得 徐林 我有印象 他是你的爱人 可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没错 但我听闻 刘云总有一秘术 刻开明云之界 引渡死去的亡魂 若有此物 我 或许可以将他救活